我兄弟死了 最初他说自己是穿越来的 他说 我带着任务来的 完成不了会死 那时他眼神真挚 我却以为他在开玩笑 直到他真死了 消失得彻底又干净 真相显露 我们才惊觉 他说的是真的 原来他真的是穿越者 陈树死的那天 江城下了一场大雪 我们赶到车祸现场 地上一片狼藉 活生生的人真的碎了 碎片散落在地上 无端生出恐怖 树哥 不是真的吧 怎么会 他昨天还打电话说 今天约我们喝酒的 卧槽 这戒指 随着惊呼声响起 我们疯狂跑到最边上 看清兄弟手里拿的那枚戒指 戒指纹路清晰 却不再光亮 这是陈树 女友林林送他的纪念日礼物 也是他追了五年 第一次收到的礼物 想到过去的画面 我心底一种酸疼 陈树真的死了 勉强接收完这个结果 我拿出手机 拨通玲玲的电话 几分钟后 电话才被接通 我抿着唇 艰难开口 陈树出车祸 你 话还没说完 玲玲吃笑一声打断 赵磊有意思吗 你们明知道 今天是阿瑶回国的日子 还帮着陈树一起骗我 真让我觉得 你们和陈树一样恶心 我语气急切 忍不住反驳 陈树从没骗过你 他心里装着的只有你 真要他死了 你才能看清他的心思吗 电话那头人停顿片刻 似是听到什么好笑的话 他捂着听筒 一阵稀疏过后 笑得更大声 那就让他去死啊 死了我耳根子 还清静点 也用不着整天听他废话 他好不掩盖得狠毒 让几个兄弟都白了脸 我咬着牙 忍不住低吼 玲玲你到底有没有心 那边的声音拉远 又轻声讥讽 告诉陈树 今晚阿瑶会住在我们那边 让他自己收拾好东西搬出去 这段时间 别出现在我眼前 如果他还想做我男朋友 就别让我不高兴 嘟嘟嘟 电话被挂断的瞬间 我们几个大男人 都忍不住红了眼 最初与陈树相遇 他还把我们几个小痞子 收拾了一顿 秉承着不服气的姿态 我们互相打过不少次 渐渐的 好像都对他服气了 男人之间的义气 来得莫名其妙 就像是他说 喜欢上00后 毅然决定追求时 我们也默默支持 五年如一日的陪伴 最终换来他的同意 那时 陈树笑得很高兴 他喝醉了酒 与我们抱头痛哭 他终于答应我了 我的任务要结束了 但是我舍不得他 也舍不得你们 大家喝得烂醉 谁都没在意这件事 直到00变着法的 开始羞辱他 真相被揭穿 陈树才惊觉 那是他和朋友的一场游戏 而游戏的主角是00 被玩的是陈树 即便如此 他也追在他身后 从不多嘴 就是这样的人最终死了 什么都不剩 只留下舍不得摘的戒指 我捂着眼睛 有什么东西从指尖滑落 抬眼时声音嘶哑 陈树不能就这么死了 至少他们要和我们一样痛苦 大桥上的车祸 就是场意外 除了死掉的陈树和变形的车 一切都安然无恙 我跟着警察做完笔录 带着他碎掉的尸体 来到火葬场 我兄弟最矫情 每次腿脚骨折啥的 都在我们眼前叫唤 但偏偏就是这么个人 被林林伤害无数次 依旧爱他 任务失败 炸死的时候该有多疼啊 我狼狈地捂着嘴 亮枪地跪倒在地上 面色发白 捧着骨灰盒出来后 几个兄弟越发沉默 商量过后 我们来到与陈树 最初相遇的位置 几年前的巷子 现在干干净净 还有个我们常来的餐馆 送他最后一程 他本来就不该留在这里 陈树干干净净 善良又义气 应该更幸福 熟悉的菜和味道 身旁却没了熟悉的人 久过半旬 大家都有些醉了 陈树的手机一直在我手里 临近半夜 将好友们送回家后 手机亮了 看着上面的备注 我忍不住笑了 喂 陈树 阿瑶他有点过敏 你把家里抽屉里的那几款东西 送到酒店来 外面的太便宜 他用不惯 玲玲一如既往使唤陈树 我静静听着他的要求 猛地想到 之前去陈树家里看到的东西 床头柜的抽屉 放着很多套 那时我曾经笑话他 人追到手 就这么迫不及待了 当初他背着我一言不发 我只以为他是不好意思 没想到竟然是这个缘故 我咬着牙 声音冰冷 陈树死了 其实你一直放不下路遥 既然他回来了 干脆在一起好了 就算怀孕又如何 不是正合你的意 挂断被我挂断 再没了电话打进来 几分钟后 灵星的几条短信 让我眉头紧促 你拿什么和我别 就算你追了005年又如何 不也一样连碰都没碰到一下 你不知道他躺在我身下时 有多骚 有多勾人 陈树你这种天狗 怎么还不去死 恶毒的话 一条接着一条 见没有回复 又弹出不少照片 那些大尺度的照片上 凌凌的脸和身体 都暴露在上面 而陆瑶只是露出模糊的身形 我颤抖着手 将照片和信息记录 都截图保存 最后又默默回复 祝你们玩得开心 希望他永远不后悔 发完这两条信息后 我将陈树的手机关机 他孤身一人 没有亲人 只有我们几个兄弟 唯一放在心间的 只有凌凌 这女人不知好歹 我也不给他留面子 我连夜到陈树的房子 将他屋内所有的东西都收走 对人家这么好 他可没把你放在心上 不算大的房子里 几乎一半摆放着的 都是给玲玲的礼物 每个节日都有标注 甚至就连最平常的时间 都标注清楚 礼物被规划得很好 最大的纸箱子里 有一半是陈树亲手写的信 从任务开始到任务失败 一周一封 从不间断 我将纸箱子收走 顺带将关于陈树所有东西都烧掉 那些礼物我摆在原地没动 一切都维持原样 唯一消失的 只有陈树 第二天 给陈树下葬时 我们还是给玲玲打了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听 又做什么 陈树挑衅阿姚气的 她半夜住院还不够 还想再继续刺激她 你们真不愧是兄弟 一样恶毒恶心 玲玲绝情的声音 让我坚定自己的决定 旁边的兄弟们都红着眼 静静看向我 我看着墓碑上熟悉的面容 陈树道 今天陈树要下葬了 你确定不来见他一面 玲玲被我沉重的语气噎了下 随即又快速转移话题 阿姚在住院 你让陈树在家熬鸡汤 送到医院来 你们也少玩这些把戏 真的幼稚 电话再次挂断 我盯着不到一分钟的通话 心痛到麻木 其他几人都站在墓碑前 轻轻浮去上面的雨水 我弯着腰 无奈摸着照片上的人 陈树啊 陈树 你真是傻得可以 不过这一次 我们可不会再听你的话放过他们了 以往陈树都找各种理由 为玲玲开拓 看他能如愿以偿 兄弟们都高兴 只是现在 他竟然连看一眼都不愿意 我收回视线 按照最初的要求 让人将纸箱子送到玲玲的别墅 陈树的遗物被烧完 剩下那枚戒指被我留下来 其他人都去忙公司的事 我转头去了医院 在VIP病房外 看到不耐烦的玲玲 以及病房内气色红润的路遥 他看起来不像病了 气色好的 令人羡慕 触及到我的视线 玲玲挂断电话 眉头微醋 陈树又死哪儿去了 你们这几天 到底在搞什么鬼 电话不接还关接 他脾气大了是吧 他气得胸脯剧烈起伏 脸色也难看 我盯着他那双满是厌恶的眼睛 轻声道 如你所愿 陈树死了 玲玲顿了几秒 下意识摇头 不 不可能 你们肯定是在骗我 陈树怎么舍得死 我好不容易答应做他女朋友 他顶多就是吃醋了 他亲身安抚自己 很快就恢复往日的冷傲 我白了他一眼 将戒指递过去 陈树的东西都烧干净了 你送的东西 他也不愿意要 以后 你千万别再去找他 免得扰他亲近 玲玲的目光下滑 落在戒指上 陆瑶探着头 仔细看着外面动静 在他马上拿过戒指时 病房内传来猛烈的咳嗽 嗨嗨 玲玲怎么了 陈树是不是误会我们了 我去解释吧 说着他就要爬起来 那动作看得玲玲 立刻转身 也将戒指撞掉在地上 啪哒 清脆的响声 欲示一切 只是玲玲眼里只有路遥 他没看见呵护许久的戒指断开 也没发现 那戒指被来往人群踢到角落 最后又被人捡走 丢进垃圾桶 玲玲 千万别后悔 我站在门口 看着紧张不已的玲玲 也看到路遥眼底一傻而过的挑衅 他什么都清楚 只是故意想欺负陈树 我如愿离开医院 转头将他们在一起的照片 发布在网上 陈树之前是个小网红 有几十万粉丝 他做的一手好菜 清爽的颜值加上身材 吸引不少粉丝 距离他上一次发布作品 已经是一周前 我将照片和编辑好的文字一起发布 顺带 让朋友们投放流量 很快 作品爆火了 玲玲给路遥办出院那天 我在医院拿陈树的死亡证明 路过前面的护士站 听到外面一润纷纷 网上的瓜吃了吗 楼上 VIP病房的那个女人 就是博主的对象 自己对象去世 她竟然还有空在这里照顾别的男人 别怪我三官跟着五官跑 主要这病房的男人 看着真不如博主帅 整个人 看着小气巴拉的 没有一点男人味 我停顿片刻 将视线 看向对面的路遥 她似乎并不知道发生什么 只是等着玲玲带她走 而此刻的玲玲 早就被陈树的粉丝包围 是些年轻的小姑娘 其中不乏之前的榜单大哥大姐 她那么好的一个人 就是因为你死的 你竟然还出轨 不要脸的女人 她怎么会和你在一起 面对粉丝的围剿 玲玲显眼有点害怕了 好在医院外面的保安动作很快 立刻将人群驱散 我看着她站在原地 颤颤巍巍打开手机 可没等看清内容 手机就被旁边跑过去的小孩 撞掉在地上 手机摔得四分五裂 亮了几秒就彻底关机 玲玲怎么了 陆瑶等了许久不见她的影子 急着出来 玲玲捡走手机 神色有点恍惚 没什么 就是觉得很累 我先回家了 见她要走 陆瑶当然不愿意 可她一反常态地开车离去 我小心跟上她的车 却见她一脚油门 到了陈树住的地方 陈树对她毫无防备 钥匙和密码都告诉她 她轻松打开房门 也看清屋内的东西 遍地的礼物 都是属于她的 玲玲红着眼 拿出手机 想要打电话 看着碎裂的屏幕 她才想起 手机摔坏了 我恰到好处进门 她仰起看向我 陈树呢 她到底还想躲到什么时候 她从地上站起来 目光灼灼地看向我 空荡的屋子 她只看到礼物 却不曾留意 属于陈树的东西 早就消失 面对她的质问 我讥笑道 和你有关吗 我做事要将东西 都拿走 她不依不饶 拽着我的手腕 怎么装死解决不了的事 你们又想到别的招数了 一点破礼物 你觉得能比得过 阿瑶在我心里的地位 刚刚的感动荡然无存 她铁青着脸 眸光微凉 我勾着唇角 顺势拿过旁边的锤子 在她尖叫声中 一下一下将东西 砸了得稀巴烂 陈树买的东西 只有她自己 有资格处理 但她死了 我来帮她处理 现在 你给我滚出去 大概是我的表情 过于唬人 倒真吓到了她 铃铃提着包量 呛跑了出去 我坐在狼藉的大厅内 看着角落里最后的合照发呆 照片上 是我们在跨江大桥下的合照 那也是陈树 被铃铃伤透心 喝得烂醉后留下的丑照 我默默上前 将照片捡起来 揣在怀里 收拾完东西 删除指纹改掉密码 夕阳西下 我站在刺眼的红霞中 拍完照片 发布在陈树的账号中 账号永久停更 红色的晚霞 配上陈树爆火的BGM 上一个作品 被推向另一个新热度 不少网友自发 开始扒陈树的过往 也有人开始寻找 玲玲与路遥的黑料 我什么都没做 只是隔岸关火 再次见到玲玲 是在半个月后 彼时我和兄弟们 去看约好的演唱会 在热闹的人群散去后 我们不约而同 看着中间的空位 如果阿树 还在就好了 她小子肯定又忍不住 给玲玲录视频 每次都报呗 结果 后面的话 大家都没说出口 我们也看清了对面的人 玲玲比我想象中狼狈 看不出往日半分精致 发丝凌乱 眼眶发红 瞥见我们的身影 立刻不顾形象跑来 陈树呢 她到底在哪 你们到底 在玩什么把戏 非要闹到大家都下不来台 才能罢休吗 她质问得莫名其妙 我们也不是好脾气的人 当即甩开她的手 转身就走 看在陈树面上 我们不想和她多费口舌 那也和她像是听不懂话一样 再次追上来 拽着另一个兄弟的手腕 赵蕾不想说 那你说 陈树以为她 借助那点小粉丝 就能网抱我和阿瑶了吗 我们清清白白 她怎么能引导网友来辱骂我们 她既然选择躲在你们后面 躲在网友们后面 那就干脆一辈子都别出现在我眼前了 玲玲猛地甩开手 裂跌几下稳住身体 我冷漠回头 眼底不乏潮意 如你所愿 她这辈子都不会出现在你眼前了 我们离开后 玲玲被其他小粉丝再次围堵 她拿出手机 想要证明清白 可那些人不听解释 折腾到半夜三更 陆瑶接她回家 玲玲晕倒在车上 住进医院 陆瑶和梅和往常一样 陪在她身边 反而出现在玲家 她将玲玲丢在医院 围着长辈们转悠 陈树手机充了电 在当天也接到了她的电话 十几个电话打来 她像是不知疲倦 铃声一遍遍响起 最后又被迫挂断 最终 玲玲发着语音条 陈树我头疼 想喝你炖的鱼汤 你这次怎么脾气这么大 我不喜欢这样 曾经我的确喜欢陆瑶 也亏欠她很多东西 只要你以后乖乖跟在我身边 我不会再欺负你 也会一辈子对你好 陈树乖一点 主动回到我身边 她平静诉说自己的要求 却听得我遍体声寒 乖一点 陈树还要怎么做她 才能满意呢 五年 她快不把自己当人看待了 我关掉手机 退出界面 第二天醒来时 手机上又多了几条短信 不是玲玲 而是个没有备注的黑色头像 陈树你以为剧情故纵的手段 只有你会玩吗 那你就看清楚 今晚到底谁才是最后的赢家 玲玲这辈子都是我的 就算是我 我不爱她 但也能让她永远都忘不掉我 而你 只能卑微做个舔狗 熟悉的语气 和当初发送照片和消息的 是同一个人 这么见的 就只有陆瑶一个 我再次将截图保存 传送到自己的手机 为了防止之前有什么遗漏 我找了两个黑客 查到被陈树删除的信息 不同的号码 不一样的账户 大致的内容 还有数不清的照片 每一次的时间点 都是陈树被伤得透彻的日子 陆瑶 灵灵 你们真是该死 后来三天 陈树手机 是不是收到零零短信 但 次数越来越少 偶尔也有电话 大多都是在半夜 每次看着电话 被挂断 私人侦探都会告诉我 零零是和陆瑶喝完酒 不过奇怪的是 陆瑶和零零 再也没一起住过 私人侦探发来的照片中 零零总是心不在焉 目光时不时留意手机 似是在等待什么人的信息 哥 我看着这女人 估计是后悔了 俗话说 得不到的 就是最好的 现在身边没了那个疼自己的 估计她又见得慌 浑身难受了 私人侦探在我对面坐下 将手里 拍到的照片递给我 林家也有一部分小产业 陆瑶回国的目的 就想和零零再续前缘 顺便能发展自己的事业 再让生个孩子 产业都是他们父子二人的 可对于这些 零零不是知情 继续盯着 有任何问题 第一时间通知我 私人侦探点头答应 顺带告诉我另一个消息 对了 上次 林林住院陆瑶去林家说 要举办的什么慈善晚宴 估计是想几次机会 当众给林林表白 届是逼着她 跟自己订婚的 这种逼婚戏码 对于普通人 或许没用 可一旦有点诠释地位的人 把脸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那就让她如愿以偿 我也想看看 她会是什么表现 可千万别让我失望才好 时间眨眼过去 很快来到宴会当天 我们几个也有不少资产 自然也是受到宴会邀请 只不过 我们是掐着点到 进大厅后 灯光熄灭 不少人的目光 都被姗姗来迟地露摇吸引 她穿着搞定礼服 特意给自己做了造型 甚至手腕上 还戴着和陈树同款的手表 花瓣散落 灯光恰到好处 氛围敢被她拿捏住 她也顺势跪下 即便远渡重阳求学 可我心里也只有你 这次回来 叔叔阿姨已经认可我 只期待往后余生能与你相伴 灵灵 嫁给我 好吗 现场大概是有不少水军 在她话说完后 立刻欢呼雀跃 而我们也只是默默对视几眼 跟着鼓掌 露摇满眼期待 灵灵却咬着唇后车半步 她快速扫向周围 最后将视线落在我们的位置 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下 她缓步靠近 陈树呢 她真打算一辈子不出现 就算我要嫁给别人 她也能装作视而不见了吗 我耸了耸肩膀 婉儿一笑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结果 况且我说过 她一辈子都不会出现在你眼前了 这从来不是危险 而是事实 灵灵被我的话噎了下 长长的睫毛颤了几下 脸色发白 周身议论四起 陆瑶的脸色也有些难看 她轻声呼唤 灵灵是不是我准备得太仓促 让你不高兴了 话落 灵灵提着裙摆 转身朝她走去 她伸出右手 脸下眼底的不悦 勉强挤出一抹笑 我愿意 随着戒指缓缓戴上 周围起哄声更大 亲一个 亲一个 陆瑶紧张起身 搂着她的腰身 准备来个热吻 灵灵倾咳一声 捂着嘴面露苦涩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先走了 怀里的鲜花掉在地上 众人都诧异 看向眼前的场面 我冷眼看着这场闹剧加大 又看着灵家父母 极力挽回的狼狈 最终将嘲讽的目光 看向路遥 察觉到我们的恶意 她快不而来 陈述呢 她那个胆小鬼自己不敢来 所以故意玩这一招好 让我出丑吗 可惜叔叔阿姨 已经答应我们订婚 很快媒体 就会将这件事报道出去 她就算后悔 也晚了 她挑起眉头 满眼得意 我勾唇浅笑 是啊 恭喜你如愿以偿了 还好阿树这辈子都不用再 看见你这种烂货 不然心情给多糟糕啊 遇见你们这种蠢货 简直倒八辈子没 阿树是个有福气的的人 懒得和你们纠缠 七嘴八舌的讽刺 说得路遥脸上有点挂不住 她冷下脸 语气锋利 我知道 你们看不惯我 那又如何 最终站在林林身边的人 只有我 而不是那个舔了她五年 还要为她付出生命的蠢货陈述 你们回去告诉她 等我们结婚那天 一定来喝杯喜酒 她扯了扯衣服 熊啾啾离开 我将对话录音 一字不落 发送给林林 顺带给了林家每一位长辈 在他们那些人眼里 路遥谦逊游礼是 最合适做女婿的人选 主要的是 林林喜欢她 只是当面具被撕下 真相摆在眼前 我就不信他们还能继续相信她 路遥和林家闹腾的消息没有传开 我却收到私人侦探发来的另一段视频 这段视频有意思 你看看吧 视频有些模糊 却依稀能看清最久的林林来到陈树房子外面 她穿着陈树最爱的淡紫色长裙 头发也半披在身后 没了那些张扬 多了几分温婉 我冷冷看着视频 手忍不住拂过合照上 笑得最开心的人 忍不住叹了口气 这样的女人 真不值得 画面中 林林再次站在熟悉的台阶 看着屋内刺眼的白光 她更大眼睛 不可置信地上前想解锁 指纹错误 密码错误 密码错误 接连三次后 门从里面被打开 几张陌生面孔露出来 一脸不善地盯着林林 你有事吗 半夜怎么跑到别人家来解锁 该不会是有病吧 报警 林林傻了眼 她用力推开眼前人冲进屋子 原本的陈树早就消失 关于陈树的一切都不见了 屋子里挑选的百件和物品都焕然一新 就连他们一起做的手工 都消失得干干净净 神经病吧 赶紧报警 大晚上闯别人家里 脑子没问题吧 林林不管不顾地跑进后花园 却发现那里属于她的郁金香 换成蔷薇 鞦韆和竹椅子也消失 就连最初规划的花谱也被移平 她发疯似的大吼大叫 你们凭什么动我的东西 这是我和陈树的婚房 是我们结婚要主动的地方 滚出去 你们都滚出去 滚啊 警察来得很快 花了不少力气制服她 带回警局 经过一番调查后 事实明确 林林坐在审讯室 双眼泛红 我说了很多遍 我不是故意闯入 那是我男朋友的房子 他叫陈树 追楼五年 我们已经在一起一年多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再过不久他就会求婚 那是我们的婚房 他怎么可能会将房子卖给别人呢 看着他重复这个答案 警察最终还是找到了我 坐在同样的位置 我直接拿出正规手续和证明 陈树是我兄弟 他一个月前 在跨江大桥上 发生车祸去世 当初接待我的警察 还是您的队长 应该也是有记录的 不信你们可以查查 所有的买卖手续都在上面 那户人家 也是一周前搬进去 所有手续都正常合法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至于林林 她的确是陈树的女朋友 但她出轨了 具体情况 你们可以看这个 我打开手机 找到陈树的账号 账号的内容清晰明了 热度很高 倒数第二个作品 将爱恨纠葛都解释得明明白白 其中一位年轻警察顿了顿 才下意识开口 原来是她呀 太可惜了 我妹妹还是她的粉丝 上周还提到过这个事 但 她抿着唇 不忍继续开口 我收回手机 平静看向对面的警察 既然事情调查清楚了 那我们就先走了 至于这个死亡证明 和我朋友去世的消息 希望你能帮我告诉她 林林不相信我们 证明还得更有可信度的人给她 那些证据 视频 还有照片 以及检查结果 都能证明 其实陈树早就死了 给完东西 我们走了 我不知道 林林以什么样的状态得知秘密 在走出警局后 我带上酒盒串到了陈树的墓前 每隔几天 我们几个就回来看她 木周围很干净 上面还有上次来时送的菊花 我将四周擦了擦 又拿出打包来的串盒酒 我把你房子给卖了 那些钱投在公司里面 你之前不是想搞个慈善活动 我们几个正在慢慢进行 虽然进度犹端缓慢 但我们也不想让你失望 林林估计今天就知道 你是真的去世了 但我不想告诉你 埋在哪 让她后悔去吧 我打开酒瓶 将辛辣的白酒 顺着墓前倒了一圈 挑挑选选 拿出最大的那串 在墓碑前晃悠一圈 甚至还用扇了扇风 闻闻 是不是很香啊 老板娘给我烤串的时候 还问你怎么没来 开玩笑说 你是不是又去接女朋友 我说你们分手了 她笑着说 可惜了 我饿狠狠咬了一口串 却吃不出什么味道 往常对我们来说最美味的东西 此刻却味同嚼辣 我丢下串 喝了口酒 辛辣的味道 顺着喉咙一直到了胃里 我被呛得咳了几下 嗨嗨 要是你还在 肯定把最大的串都挑出来给我们 但是我多小气啊 我可舍不得给你这么好吃的 寂静的目的 能回应我的 只有风声 我拽着酒瓶 又闷头喝了几大口 迷糊间 我好像看到了陈树 她站在不远处的台阶上 手里提着酒 落日下 她一如当初见面的模样 神采飞扬 整个人阳光俊了 她朝我晃了晃手里的串 我看着她手里那个被烤得缩成丁点的肉 陈树你怎么还是对自己这么不好啊 有最大的 我都给你留着呢 我颤着手 从一堆烤串中 拿出最大的那根 日光西夏 我看着陈树笑着摇头 她的嘴一张一合 笑着抬抬酒 这么多年兄弟 只一眼 我就看出她的意思 赵磊最大的留给你 我们永远是兄弟 好好生活下去 我猛然地站起来 丢下手里的东西 疯了一样跑过去 在我即将碰到陈树的瞬间 太阳彻底藏在山后 最后一点影子 也跟着消失了 陈树 你他妈的 为什么 我崩溃地 吹着一旁的石头 鲜血从指尖一出 却也感觉不到任何疼痛 直到眼前发黑晕了过去 迷糊间看着另外几个人 疯狂朝我跑来 再次醒来 是在陌生病房 醒了 说来奇怪 那天我们都买了酒盒串 老板娘竟然都问起陈树 我们跑上去时 看着你在半山腰又哭又笑的 给我们吓坏了 你小子不会是出什么毛病了吧 他们一拥而上 眼底满是关切 我笑着摇头 轻声道 那天我好像看见陈树了 文言 大家都沉默了 他们拉开 凳子坐在床边 细细听我说 他和当初见面一样 穿着宽松的牛仔裤 套着个白短袖 明明自己也爱吃肉 非要拿最小的 把最大的都挑给我们吃 他说 他说我们是一辈子的兄弟 陈树说 我们是一辈子的兄弟 最后一句话出口 几个大男人都止不住红了眼眶 有人率先吸了吸鼻子 泪水滚滚下 我抹了把脸 轻声道 他说 希望我们好好生活下去 其他几个都憋着口气 狠狠抹掉眼泪 扣扣扣 就在这时 病房门被敲响 众人的视线 都朝门口看去 玲玲提着果蓝 双眼又红又肿 他哑着嗓子道 能让我去见见他吗 我收回视线 老海中 想起陈树阳光的模样 你配吗 他好不容易清静点 林小姐就别打扰了吧 你和陆瑶都宣布婚讯了 难不成你想让陈树死了 也被人戳着几两股骂吗 大家一句接着一句 谁都不欢迎他 林林将手上的果蓝放下 状态卑微 我 已经决定取消婚约 我和陆瑶的事 都是他的算计 阿树的事我很抱歉 我不知道会那样 当初我 我反感地打断他的解释 当初你怎样 阿树死的时候 你高兴陆瑶回国去接他 阿树下葬的时候 你怪他气得陆瑶生病住院 我戴着阿树最喜欢的戒指还给你时 陆瑶咳嗽两声 都能让你心疼地打掉戒指照顾他 慈善晚宴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哪怕说一句 阿树是你男朋友 事情都不会走到这个地步 林林你扪心而问 你真的配得上阿树吗 憋了几年的话终于出口 积压在胸口的怨念散了点 我扯了扯唇角 满眼嘲弄 林林的脸白了又白 亮呛着上前想抓我胳膊 门口的兄弟眼疾手快 一脚踢在他膝盖上 赶紧给老子滚 我不打女人 但你这种贱女人 我不介意破茧 她是脾气最大的那个 也是最护着成熟的 此刻她站在林林对面 红着眼眶轻声警告 当初有多少次 你和陆瑶在一起 我都想把那个狗男人给弄死 要不是阿树拦着 他要死了 还有你去国外见陆瑶 北群外国人尾随 要不是陈树跟过去保护你 你他妈早就死在国外了 赶紧滚 她弯腰扯着林林的衣领 一把将她丢在门外 那天过后 我们几个迅速搬家 之前的房子立刻转手 找到安保强度最好的小区 入住后 还能收到私人侦探发来的视频 大多都是林林到处找我们 偶尔也偷偷跑到陈树房子外面 害怕被人发现在关进去 她只敢躲在车上 悄悄看几眼就走 她疯了一样联系我们 陆瑶也到处拦她 最疯狂的一次 是她找到我们公司 陆瑶也后脚跟上 她刚拽着我的衣袖 陆瑶就跟来了 告诉我 求你告诉我 陈树到底在哪 她的东西 哪怕是一件 让我当的念想 不行吗 林林说的真切 仿佛针对陈树爱而不得 陆瑶刚下车 就见到她那副卑微祈求的模样 立刻变了脸 跟我回家去 婚约不可能接受 现在外界对于这个婚礼如此期待 如果在这个时候取消 遇到的问题 根本不是你能想象的 她扯着林林的胳膊 而她将目光看向我 我饶有兴致盯着他们 不嫌不淡道 陈树当初的死因 我应该还没告诉你吧 我把照片和证据都给你 兴许你就知道原因了 隐藏许久的证据 被我发送给林林 陆瑶紧张地想夺走她手机 却被我的保镖拦住 都是假的 她是陈树就是一伙的呀 陈树死了 还要消费你 还要让你不得安宁 他们肯定是故意的 我们才是天生一对 我们才是最合适的 乖乖地和我结婚 永远不要让人看笑话 她说得大意凛然 但林林的表情 已然崩溃 她翻看着最后的照片 上面有些许陈树模糊的侧影 看着那些照片 她心疼又后悔地轻轻抚摸 我轻声提醒 辜负真心的人 怎么配得到别人的原谅 林林从始至终害死陈树的人 就是你自己 陆瑶和你 都是刽子手 我的声音不大不小 在说完最后一句话后 立刻上车 陆瑶被保镖放开 迎接她的是 林林不掩盖的一巴掌 他们就像要杀死对方的仇人 拼命殴打对方 林林动作很快 没巴掌都不留情面 陆瑶被她打懵了 很快也反应过来 他们扭打在一起 最后林林反应过来 开车跑回家 后来 在我们去见陈树的路上 跨江大桥 发生重大击车祸 陆瑶被林林 绑在一辆快要报废的车上 而她自己开着车 从后面狠狠撞上去 大桥周围的车被拦截 整座大街 发生剧烈爆炸 唯一死去的 只有林林和陆瑶 报道那起车祸的记者和媒体 将视频拍得很清楚 在满地狼疾中 他们的尸体也碎了 陆瑶被林林 绑在后面 在撞击时 脑袋都裂开 手指头四分五裂 到处都是 林林至死都捂着 从从垃圾桶 翻出来的那一半戒指 看完那些报道 我心平气和地 将菊花放在陈树木前 一切都结束了 希望你下辈子 能过得更幸福点 如果有机会 我们还想和你做兄弟 我们还想和你做兄弟 感谢您的关系 水中文献 去灰山 大学 我们看完 在 Events 在陈树木前 搂点 大学